他将卓越的唱功 独特的音色 真挚的情感完美结合 演绎了诸多经典的影视歌曲 2023年度 共演绎19首影视音乐 一首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 用歌声唱出了生活中的小美满 小确幸 他就是年度歌手 周深 来让我们欢迎年度歌手周深 欢迎 首先恭喜周深 荣获电影音乐盛典年度歌手奖 人士荣获时代难忘电影金曲奖 小美满荣获年度电影金曲奖 何光同臣荣获时代难忘电视剧金曲奖 周深一人独揽四大奖项 成为影视音乐盛典最耀眼的音乐人 歌手 我又又又来了 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 其实刚才 彭菲老师在说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感动 因为我也参加过很多的盛典 有可能电影盛典 电视剧的盛典 然后音乐盛典 这的确是第一次参加影视音乐盛典 所以当时一听到这个这四个字的时候觉得 嗯 影视音乐 这样起来了 但其实影视音乐一直给大家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回忆 记忆 我觉得影视音乐它就像一个时间胶囊一样 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 有当时陪你看电影的那个人 或者是独自看电影时候的那个记忆 或者是里面的剧情和你发生 共振同频的时候那些记忆 然后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流逝 可能这些影视音乐它会开始融入你的生活 跟你的生活 跟你的周围所有的人去开始产生很多的记忆和回忆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自己非常非常幸运 非常幸福 能够有很多的机会去演唱电视作品的音乐 电影作品的音乐 就觉得自己在看剧或者看电影的时候 听到自己的歌 在那个情绪最浓烈的时候 听到自己的声音会觉得 哇 我作为歌手真的好幸福 所以非常感谢咱们第一届首届的影视音乐盛典 能够给我这样一个荣誉 也希望自己能够以后有 其实还蛮收望的 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去跟影视作品 一起去在音乐 在影视作品当中去拥抱拥抱大家 无论是像人事一样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或者是像小美满一样 我就希望在你需要的时候 我就在这里就给你一个拥抱 大家好 我是歌手周深 谢谢你们 周深每次领奖的时候 都会感谢歌曲的词制作人 真的很真诚 现场廖院长给周深颁奖 两个人拥抱合照了 记得廖院长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周深是很少让我觉得 唱歌特别安静的一个人 一个特别干净的 在舞台上唱歌的人 在没有一点提前准备的情况下 主持人Q周深 轻唱了几句孙楠的 美丽的神话 和孙楠合唱了一段人事 两人就这样对唱上了 两人都是轻唱 一开口震撼天灵干 高音都太绝了 不愧是唱过音流的歌手 万事沧桑唯有爱是 永远的神话 潮起潮落时中不悔 真爱的笑脸 美丽的神话 太多了 你听过南哥最近唱 你的一首影视进去吗 我听过 而且我非常非常的激动 因为这样一个标杆性的 经典的歌手 愿意去翻唱我们新生代的作品 我觉得是非常 做梦都没有想过的一件事情 所以非常非常非常谢谢南哥 谢谢谢谢 南哥可以两个人合唱一小段吗 你不仅算我们出了多少歌 你还要拱火 好吧 因为我可以跟深深学着唱 深深 对 南哥像我学着唱 原唱着 对 我想想词啊 谢谢 让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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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寂寞 让控制 寂寞 来摧毁我 深爱的一切 个人 躲不走 我的选择 喷嚏 喷嚏 我 在命运的 不白活着 是微妙中的 让热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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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点亮 还从不上梦 谢谢 谢谢 如果你换错我的位置 我相信李老师也会手抖着 好 太零食了 完全都不知道 周深昨天晚上领了四个奖项 还演唱了《借过一下》和《小美满》两首歌曲 舞台一结束就迅速回家 然后出发去匈牙利准备跑男的收官录制 周深跟拍PD分享周深动图 IP显示已在匈牙利 显然工作人员早已抵达 19日开始在匈牙利录制跑男 顺顺利利 最后等待海米从匈牙利传回跑男路透 大家都知道 影视一月盛典周深一人独揽四大奖项 当然也有人破防 原因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而看热闹不怕事大的中国网 娱乐官微还就这个事情搞了一个投票 影视一月盛典在上海正式举办 大家怎么看章节和周深的投票差距 目前投票的主要观点也集中在周深实至名归 和设置了这个环节叫公平公正两个选项上 有意思的是 主办方东方卫视在18日凌晨1点 间接发了一条文博 内容是微博辟谣主办方未取消任何艺人获奖资格 在集合颁奖时主持人所说的简像 奖项参考维度 本次盛典所有荣誉 都是经过网络平台征集 以及影视和音乐领域的专家 按照思想性艺术性 技术性 市场影响力等四个维度综合确定的 其实事情很简单 只要认真看过投票说明和获奖说明的 就知道投票是初选 类似是资格选择或者叫入围选择 然后根据歌曲的思想性艺术性技术性 强悍扎实的唱功摆遍独特的声线 真挚深刻的情感 三者完美融合的时代之声 歌手周深实至名归 来 最后我们欢迎歌唱家邓玉华老师 来 最后我们欢迎歌唱家邓玉华老师 在这舞视野过程当中 我们大家都把他自己看的心理感到十分 谢谢各位帮来 今天代表创作团队领取的标品经典 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想来听听他们的金曲感言 好 我们请邓玉华老师留步 这个歌才邓玉华老师说的 谢谢邓玉华老师出来 等等 那就是出道十年 唱了五十多首平均每年唱五首 那我唱的还是不够多 老师 各位导演们 各位音乐制作人们 请多多照顾我 谢谢大家 这的确是第一次参加影视音乐神殿 所以当时一听到这个 这四个字的时候觉得 影视音乐这么起来了 哈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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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